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會呃 假如是吸進去的話 評論 吸進去 穀射層進入人體會不會有危害 額 看亮啦 看亮 嚴重的時候有可能會有危害對不對 是啊 有些會致癌 孕婦胎兒會可能受到傷害 還是一樣要看亮 要看亮 亮濃度高的時候會對不對 主委 那為什麼 袁能會對外宣導的時候 不講這些問題勒 我請主委來看你自己的影片 你們怎麼樣解釋 浮射物質,你看看 核災所釋放出來的放射性物質 就像灰塵一樣漂浮在空中 當它與人體皮膚接觸時 只要用清水就可以沖洗乾淨 當它落在衣服表面上時 只要把衣服脫去 就可以避免遭受浮射污染 不知道就是只是洗個 把它洗或者是沖 就可以把它去除 差別蠻大 因為我沒有想到就是 浮射層這個東西 用水沖掉就可以 後面來如此 你覺得這樣對嗎 我想這個可能只是講到 其中一部分啦 那我可以知道 我們為什麼要做那麼多什麼 取樣解分析 當然就代表說這些事會有啊 你給民眾的資訊 片面的解釋說 你的科長出來說 輻射層像灰塵一樣 只要用清水就可以沖洗乾淨 落在衣服表面的時候 只要衣服脫去 這是你們的用語啊 只要衣服脫去 就可以避免輻射污染 你身為一個主委 你剛剛回答我的 跟你現在影片講的 你覺得這影片可以嗎 我想 時間那麼短 他還是只能夠講其中的一部分 是時間的因素嗎 主委 對 我們假如 你剛剛回答我 不會用一分鐘的時間啊 然後把輻射層等同灰塵 洗掉 衣服脫掉就可以了 那我們的應變措施做什麼 跟我們報告 輻射層 它確實是 附著在一些 所謂的懸浮力上面 那 說是灰塵當然也沒有 也沒有什麼錯啦 同樣的道理 你灰塵吸進去也是會 到體內嘛 或者說灰塵 落在 你不要這麼悲啊 專家謊言 那也是一樣會 它跟一般灰塵 不同的就是因為 它是輻射 所以這只是從不同的途徑 它存在的輻射物質 是 輻射物質進入體內 它的自然衰變 或隨著人體的組織代謝等等 時間的長短 會造成我們組織的病變 沒有隱瞞 我們絕對沒有隱瞞 要不要把影片測下來 要不要把影片測下來 我們在後續的這個 系列裡面再來把它補給 要不要把影片測下來 那主委 你們今年的文學預算 它只是沒有講得很完整 你們今年的文學預算 你們 我們會嚴格把關 給你們的錢 做這樣的影片誤導民眾喔